首先我覺得國歌法立法當然是勢在必行 因為已經是入了基本法的附件三 第二作為中國一個特區 跟隨國家立國歌法也是理所當然 主要剩下的問題就是如何立法 立法的內容 但因為內容是有所規限的 有些規限是要跟隨內地國歌法的原則 但因為香港是一國兩制之下的特別行政區 中央亦容許香港可以有特別的變通 這次的國歌法我看是主要分開兩方面 如果有刑責的那方面 主要是針對一些拿國歌來做商業活動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不當行為 在一些不適合的場合 另外剩下針對人的就是 你是否故意貶損或者侮辱國歌 或者拿國歌去改 改到古靈精怪 完全沒有尊重性 那類才會有刑責 我覺得如果分得清楚這兩方面 一些是有刑責 一些是沒有刑責 是指導性、引導性 其實應該是可以的 在新的地方 如果名字可不知 你看我的天音 或是有刑責 是你有刑責 人民幻音樂